中国最希望的是发展好自己 而不是取代别人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目的是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创造更多共同发展的机遇 希望欧洲在国际事务中 更好发挥积极作用 共同维护好世界和平稳定 和发展繁荣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